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固定路线,分时分区,检测完毕,登记户名 确保不落医护,不漏一人 也需要当天全部完成 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 即使这寒冷的冬天也需要在室外长时间工作 很辛苦,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工作人员 合算检测中,医护人员没采样一次就要进行消杀 这样的动作要重复几百次 受到宵夜的刺激 有的人换班时手都动不了了 向他们致敬 应该这个疫情也就很快控制住了 但是早上起来看见小区邻居发的这个消息 和最新的这个疫情进展 我咋就感觉这个疫情太遥遥无期呢 下去做核酸啦 现在门都是关着的 排队排超级长 刚刚都已经排到这边了 请各位职员朋友,按照工作人员引荡 有需排队,站在独线上 你先打开你门口 做完罗战后,立即返回社区 请各位职员朋友,按照工作人员引荡 有需排队,站在独线上 你先打开你门口 做完罗战后,立即返回社区 请各位职员朋友,按照工作人员引荡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12月28号 跟大家解释 我们账号,时钞聚焦账号遇到麻烦 我们麻烦还没解决 所以你在本期视频的完整节目 在我下面的连接 每期节目的留言,置顶留言跟说明当中 在时钞聚焦的首页的通栏上栏上 是本期,就是今天做的七个八个九个节目当中的 全的连接 在它下面 第二行里面 就是我大概八个 七个到八个在YouTube上不同的频道的连接 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 几天没说就得提醒大家一下 跟大家分享西安 这期节目分享西安的 西安的消息非常少 我已经几期节目中跟大家介绍 很奇怪,很少 那原因就是 我能分析到原因 要不然西安被封城了 完全被封锁了 包括它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 那我们没有看到其他有任何消息流露出来 说把网络封杀了 把什么封杀,没有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太配合了 西安人民太配合了 那我今天看到的故事 它的最新更新的消息呢 是西安人民配合管制的方式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感 就非常感叹的一个概念 很多中国人认为 共产党在抗击疫情的方式上是对的 所以人们去接受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你将看到就是在电影里才看到过的那些创造的AI产品 或者说完全被军事行为管制之下的 就像就像这个这个集中营一样 那些人呢 完全是一种被怀疑的对象 被就是被抛弃和怀疑的对象 人们也愿意接受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非常守规矩 非常规范 非常赞许的 面对大疫情的背景之下 人们要活下去 人们要苟且偷生的活下去 人们要为这个社会尽责 不是这个社会尽责 而是他没有自由的背景之下的一个自然的表达 但是人们长时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会认为这个办法很管庸 在西方的社会呢 做出了四不像 一个民主框架下的想梦想的集权者 做不到像共产党的方式 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差距 很大差距 这是我我个人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 我能够拿到的视频 有些视频是更新出来 就是今天拿到的 但很少 那有些视频是在封锁前的 大家从视频上可以看到 包括抢购啊 这些都可以都可以能够看到 所以这期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西安的 那人说了 那你认为天灭中共会怎么样 我以为会出现SARS 3.0 SARS 3.0 这么我们举个例子 它现在一切都仰仗着测试的手段 这种仰仗测试的手段做法 就像西方社会仰仗打两针疫苗 打三针疫苗的故事是一样的 当西方社会一切仰仗疫苗护照 打两针的时候 你看到出现了习变种病毒 习变种就把疫苗全都摧毁了 同样的道理 当整个社会仰仗 这个PCR的测试和快速测试的时候 你会看到SARS 3.0 轻而易举的摧毁掉所有今天测试的方法 就是筛选的方法将被摧毁之后 会出现大规模 而人们当墨守成规的去遵从中共的做法的时候 是表示没有任何希望 没有希望没有期待 只有等待SARS 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